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读经法》 今天是第十一课第四节 也是《读经法》的最后一节课堂 希望大家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完成今天的课堂 我们开始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33篇 《上行之诗》 看啊,大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游,囂在亚伦的头上,留到胡桑,又留到他的依侵 又好比黑门的金路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篇诗会点出不少的约词 我们逐个约词,仔细一步一步去诠释 第一,看啊,这个字在英文中译做behold,或者是诗的意思 即是注目的意思 诗人想读这篇诗的人特别留意 注目,如同诗人所看见所留意的地方 和目,这个字在原文中有联合together的意思 诗人留意到,在当时,弟兄们走在一起 即是那帮属臣的百姓,是联合起来的 有一种整体性和合一性,不分彼此 同居,这个字在原文中有居住,留下,坐在一起的意思 诗人留意到弟兄们联合起来,大家都在这里停留住 如同一起居住的亲人一般 何等的线,这个字是一个疑问的代名词 有什么,怎么,为何,这个意思 善这个字有好的,令人喜欢,很吸引人的意思 诗人在这里表示,他看到那种现象 弟兄们能够合一共处 何解会有如此美好和可喜悦呢? 即是说,当他看到这个现象时,他觉得很美好吸引人 那为什么诗人会这样认为,这种反问句说了之后 引发出去看这篇诗篇的人去寻求一个作者 一个信仰的答案? 何等的美,这个字有愉悦快乐甜美可爱的意思 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他所见的那种现象,弟兄合一共处 看到的时候,诗人觉得很快乐,很吸引 当然,这也是一个反问的意思,去衬托出之前那种反问 能够更深去打入读者的心灵,提醒和激励他去追寻作者的信仰解答 好比,这个字是一个界系词,这个词不能独立存在的,必须依附着和它相连的字 这个字是一种表达一种比较、类似和对比的意思 所以可以译作什么呢?如、像、如此、然后等等 诗人要借着下文所引述的例子作一种对比,来加强说明上文所说的主题 但是,弟兄和睦同居,诗人为什么觉得这么善、这么美? 所以这个字好比,是一个比较的意思,用下文要陈述的内容 去比较出上文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作者觉得弟兄们和睦同居 是很吸引、很美善的。 那贵重的有,以下来就是诗人所用的比喻去陈述出主题 就是和目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现在它第一个比喻就是贵重的有 贵重的有,由两个原文字组成好的和有这两个字组成的。 大祭司阿伦就职时的礼仪有极贵重的,而且分别出来的性高油 是倒在他的头上的。分别记载在《查及记》第30章和《利美记》第8章 表示什么呢?神简选这个人,成为大祭司。 希伯罗书第5章4节就有讲到。 神值大祭司做什么呢?为百姓施行神所吩咐的祭礼 叫百姓与祂常常保存一个和好,并且能够同住这种关系。 一种和好同住的关系就很美善。 简在阿伦流道。阿伦接受弟兄,他的兄弟摩西去销灌这种分别出来的性高油的时候, 这种油就流到他的糊涂,又流到他的依甘。 却表示,神这种淑灵的祝福能够是满日的。 就表示,神与人同居这种美和善,是充充足足地临到以色列人, 诗人就此刻用这个事实背后这种淑灵的美和善, 来襯托出上文的主题。 是的,弟兄和睦同居是好美好善的。 同时亦都尽心去说明这种和睦同居的淑灵原因是什么。 就是百姓先来到同神和睦,透过大祭司的职份, 能够献祭赦赦免一切的罪,同神和睦。 这样,百姓之间亦都能按照神的心意生活, 而彼此离万和睦同居。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种更深的含义。 幼好比,又是一个戒系词,是一个类比的意思。 诗人要借着下文,再论述多一个例子, 再去加强说明了,弟兄和睦同居是点美善法的。 黑门的金路。 黑门就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东北边一座高山。 黑门山上的金路会如何? 随着这些风飘往山下的低处。 所以有降到。 黑门山上的金路从高处降下, 黑门山上的金路往往随着风飘往以色列传地。 亦都会临到相对较低水平面的石安山和山上的耶路撒冷城。 石安山,石安这个名字有干枯之地的意思。 也就是耶路撒冷所在之地。 也就是说这个地缺乏水,但能够借着黑门山的金路来补充。 从高处而来的路水, 臨到逼切需要水的干枯之地。 就是石安,或者耶路撒冷。 因为水是滋润生命的。 从神而来的祝福, 由高处临到低处耶路撒冷城和他的百姓, 使人的生命得到滋润。 这是一个好的例子。 一个一步一步的注释,跟上下文。 以至大家知道这个石安山, 前面所说的黑门山的金路, 中间这种属灵的关系。 因为,是连接词来的。 是直下文的论述再说明了, 降金路到石安山,生命得滋润这个比喻。 也是同时尽心去诠释, 一开始所论的, 弟兄和睦同居, 这个美与善的熟灵原因。 在哪里? 指石安山。 指石安山上的圣殿。 命定的福。 神在圣殿中为百姓所命定的祭礼, 和背后这种属灵的祝福。 在生命记, 《罗马书》和《约翰福音》都有说明, 一种真正从神来的熟灵祝福, 就是永生。 这从神在高处而来的祝福, 就像前文所说, 有些金路从高处临到干旱之地的石安。 《永远的生命》。 这类最终点出了, 神值祭礼带出背后这种熟灵的祝福, 那是叫百姓在神面前得到什么? 《永远的生命》即是永生。 这永生, 就是人值祭礼到神面前得到最大所领受的福气。 这类都说明了, 帝兄和睦同居的根本熟灵原因, 就在神面前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永生。 这使不同经历背景的帝兄最终都能够和睦同居。 这个熟灵的祝福, 就是何等的美, 亦都是何等的善。 读完和诠释了当中的约词之后, 法国诗人的感受是如何呢? 是很惊讶的。 是有一种学慕、 仰望、 喝求和赞美神的。 信仰主题就是神的百姓当和睦同居。 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 按着神所喜悦的, 希望他们和睦同居。 为何能够和睦同居呢? 神使百姓彼此喜爱和睦。 神使百姓喜欢和睦, 先与神和睦, 又叫人与人之间和睦。 正如这位诗人, 看到属神的人和睦, 他很喜欢。 神使百姓得永生而和睦。 即是来到神的面前, 原本干绝的心灵, 因着得着生命活水的滋养, 人能够进入到永生。 这种根生的生命带出一种真正属灵同居的和睦。 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诗篇, 那种属灵的意境, 体会这种和睦的真理理念, 和这种土人喜悦的心。 今天读完这一篇诗篇, 全息完之后, 我个人的信仰反思就是, 感谢神使我领受了新的生命, 就是神所赐的永生。 因此, 我已经可以照着神所喜悦的 与众肢体和睦同居。 求主常常帮助我记得这种福气, 并且在神每天生命的供应当中, 令我能够继续与信徒之间有一种和睦的生活。 今天读经法第十一课的第四节就到这里了。 也都是读经法所有的课程, 所有的内容到这里完满结束。 希望这个读经法里面三种读经的方式, 由史实式、经历式和华语式, 都能够帮助大家在读神话的进路上, 能够更深去明白和更准确去理解神的话。 而到在生活之中, 透过圣灵的帮助, 能够很准确地应用神所启示出来的真理。 愿主继续祝福大家在每日勤读圣经, 领导神生命之道。 再见啦!